这道菜是最不像詹姆士风格的一道菜 突破自我的感觉 这个为了小孩子做饭 其实是非常辛苦 可是你不会觉得很开心吗 他吃得多我们就开心 就诚实的这一块 小孩子是远远比女人来得成熟 人家说女人心还是真 但人家还说男人都嘴 骗人都鬼 给你明显知道就是小孩子爱的味道 苹果 香蕉 在里面 味道是很足的 清甜的 然后水分也骗比较多 味道我就非常有知情了 好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这个儿童料理 然后这个为了小孩子 这个做饭其实是非常辛苦 可是你不会觉得很开心吗 要看他吃不吃东西 他吃得多我们就开心 吃不多我们就很沮丧 那也为了他吃 对 我们要做的是这个鸡排咖喱饭 炸鸡排咖喱饭 好 这个小孩子基本上 喜欢吃鸡腿会居多 因为鸡腿比较软嫩 软嫩一点 先把骨头去掉 除非说你今天做的这个咖喱饭 你用的是棒棒腿 就是那个小鸡翅 小鸡翅的那个腿也行 小孩子可能会喜欢 那不然可以的话 就让他没有骨头 让小孩子吃得会比较放心 而且 不会卡到 对 去炸的话的鸡皮 我们就把它去掉 好 为小孩子做菜 你要考虑到一点 就是小孩子吃 不想让他变成小胖蹲吗 很多人说看小孩子胖 吃那么营养 没有 营养跟吃胖是两回事 人是有肥胖基因的 如果在很小的时候 你就把它养成吃得很胖或干嘛 他小时候就会有肥胖基因出来 真的吗 肥胖基因不是遗传 你说是肥胖饮食习惯吗 还是 饮食习惯会造成你肥胖基因 对 细胞是会改变的 那这边我们把它摊开来 因为像要炸 所以希望它的这个肉的厚度 是比较均匀的 对 要直接圆环下去啊 我觉得有点难 不难 要靠销 是为小孩子做东西 你们就 你要切成个圆形啊 要QQ的是吧 对 让它觉得可爱 首先要在视觉上吸引它 对 因为小孩子的审美观念 说真的跟大人不太一样 因为小孩子是最诚实的 他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你没办法让他装出很喜欢的样子 他不会给你面子 就诚实的这一块 小孩子是远远比女人来得成熟啦 女人 诚实啦 但是怎么会是女人 应该是男人吧 如果你这么说 没有没有没有 女人有时候猜不透嘛 人家说女人心还是真嘛 但人家还说男人都嘴 骗人都鬼 好 太好了 我们刚刚讲的那段 我们就先跳过 来 摸不留 好 这边有 这边有 摸不留 好 接下来我们就先 切一些我们要下去炒的咖喱料 好 咖喱是在日本来说 很多人 他们会讲说 Fukuro no料理 Fukuro Fukuro是什么意思 Fukuro其实是什么 是袋子的意思 袋子 对 就手提袋 别的袋叫Fukuro 但是在日本的Fukuro料理 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妈妈的料理 基本上讲到Fukuro料理 很多人都会讲到咖喱 讲到咖喱 咖喱饭 因为它是便当是吗 这我就不晓得 但是咖喱饭 他们在日本是很 很喜欢 尤其是小孩子 因为日本的咖喱 毕竟还是跟印度的咖喱 什么还是不太一样 它稍微偏甜一点 那里面是不是有放苹果 不一定 有的有放 有的没放 像我这次我会放香蕉 对 小女生小男生 他今天所吃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小女生小男生吃的东西 不一样 小女生又更纤细一点 你知道 那小男生呢 可能就真的要大一点 那你做的就是小女生 我做这个啊 做这个是小孩子的 因为你知道 所以什么叫做儿童料理 或者是叫小孩料理 就首先他小小的可爱的 几岁 大概是十岁以下叫儿童吧 好十岁以下叫儿童 那小孩呢 小孩大概是 六七岁以前 那是什么 所以你是没有小孩 你并不知道 中学生对爸爸妈妈来说 是不是小孩 是啊 高中生是不是小孩 也是啦 他是不是有小孩 没有啊 就算18岁成年 28岁的人 他是不是有小孩 是 对 所以所谓的 你如果说讲儿童料理 他可能就比较局限于 小孩子 会带去儿童乐园玩的这些 叫做儿童料理 对不对 但是小孩料理那就不一样 每个时段 每个时机所做给他们的料理 都不一样 那尤其对小孩子来说 你要对症下药 我觉得另外一个词 可能叫做换位思考 你会站在他的角度去想 一直都是啊 我喜欢什么样的颜色的食材 我喜欢什么味道 我喜欢吃冷还热的 我的就是习惯等等 对 对不对 但是你还必须了解他们的文化 对不对 你不要小看 小孩有小孩的文化 比如说 对不对 我现在跟你讲 你知道什么叫老夫子吗 我知道 对不对 我现在给你做一个老夫子的造型给你 你会喜欢吗 对不对 所以你要做出什么 不分世代 小孩子的世代 不是大人世代 不分世代 好比说 你说经典款吗 对 经典款 还有飞天小女警 之类的 对 比如说太迪熊 对不对 男生女生都可以接受 他没有就是那么的 差异化和小众的 对 我们现在把这个洋葱先进来 那煮咖喱呢 煮给小孩子吃一个特点 那就要稍微偏甜一点点 因为小孩子都喜欢 对 那咖喱味道不要过重 对小孩子来说 他所接触到的味觉 种类也好 或者刺激度没有那么高 所以你就要炒的时候 好比说洋葱 你就要炒什么 炒久一点 要让它甜一点 对不对 而且你切得也比较细 我看到你 对 你细心 你平时都会切 粗一点 所以我切得比较细一点 对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 煮东西给小孩子 我现在讲都是儿童 水一点 因为小孩子的口水没那么多 真的想 那不会吧 小孩不一直流口水 那流口水是流口水 对不对 他是因为他锁不住 因为小孩子的唾液比较少 所以你不要给他太干的东西 他不喜欢吃 所以有时候你要让小孩子吃东西 早一些汤汤水的给他吃 对 像我女儿那时候感冒 他不吃东西 但你要想办法让他吃 他没有食欲 那你就要骗他 就看来说 你现在吃这个 会长成是怎样 他还是不吃 那好 这样好 把它给你咽口 我那时候把青菜打碎 跟虾子打碎 放一点的干贝在里面 这样会比较有味道 没有放的味道很重 就要半稀饭棒 是绿稀饭 所以你看 用一个很厉害的碗 他常用那个碗 卡通的碗 你看绿稀饭 很少看到对不对 有保湿能量 然后他就类似这样去骗他 然后他就会 他就这样 然后他还是不吃 因为他感冒 对不对 但是你让他吃 那把他陪你 我这很好吃 把他很想吃 是因为把他弄给你吃 然后他就犹豫一下 那这样好不好 把他给你一口 你一口我一口 他说好 我来 你一口他吃一口 我说我一口 那小孩子你就给他玩一句 他一口吃完他就转身 然后你就假装吃一口 嗯 好好吃喔 你根本没有吃啊 但是你实际上你试拍 引到别的地方去了 对 因为你这样他才有营养 你就要想尽办法 这是对小孩 想破头了 对儿童的小孩 现在就让他来熬 好 那这边我们放一点苹果进来 香蕉放在咖喱里面很好吃 你有吃过吗 可能吃过 但我也不知道他里面放不放啊 不 你一吃就知道了 还有一个就是 要骗小孩吃茄子啊 咖喱也很好用 你把它皮去掉 然后茄子放进去 真的它粘稠度 它不直接就吃进去 把洋葱的甜熬出来 苹果跟香蕉味道都熬进来 好 好 这边我们就准备来炸 我要做一个炸酱对不对 炸酱什么意思 炸它不是要裹一层是吗 过三关啊 那这边我们要过所谓的过三关 对 一二三 那先把这个来 面粉 蛋液 蛋液 然后面包粉 面包糠 面粉 蛋液 糠 面包糠 这个 一样的 一样的 面粉 蛋液 面包糠 这个 准备来炸 先炸大的 嗯 那先泡一下 这边来我们把咖喱的部分 切小一点 融会快一点 嗯 撒进来 好 接下来炸另外一块 好 接下来炸另外一块 香啊 山药 有点温水了 它捏成饭饼那样 我一直在想说 现在小孩吃饭这么挑 就是因为没饿着 呦 你现在 饿着之后不吃 我真的怀疑你 这位可以成为一个好妈妈吗 不吃 对啊 你以后一定是虎妈 为什么 对啊 那么凶 我不凶啊 对啊 我不凶啊 你要说饿着 你就不要给我吃 你以后没东西吃 你看 你看 给他点挫折教育 换句话说我女儿不挑食 我女儿不挑食 我女儿不挑食 因为当初在带他的时候 是非常严格的 他如果不吃呢 不吃你就不要吃啊 收起来 那可以吃别的他 不行啊 必须得吃 对啊 你看你还不是一个狼吧 没有 那个时候 现在不会 那时候教他的时候 必须要这样子啊 宝宝餐要用这么大的碗 这个大宝宝 米奇啊 是米奇吗 嗯 也不能讲是不是米奇 还是骂耳朵 就是耳朵这样 对啊 一只熊吧 干嘛 笑那么开心干嘛 太可爱了 为什么要用保鲜膜呢 你要包饭团吗 需要照做型啊 爱心便当 嗯 来自一个老父亲的爱 一个老头 对女儿 对 很累啊 复杂麻烦的一件事啊 但是也是这样子的话 妈妈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你家庭主妇 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个职业 对啊 我觉得我做不了 没有人说你会做得了 那擀面棍给我 你要塑个什么型呢 哈哈 这这是 请问这是什么 对不起 这是 年辈啊 对啊 哈哈 哈哈哈哈 笑什么 我觉得挺可爱的 不是 你是好笑笑 你 就是我很难想像师父 这么一个 一个比较粗 粗壮的男生做出这样 可爱的 觉得 有些违和 你要做给小孩子吃 你干要弄得大有其事啊 那不然你怎么弄个小孩 这是初中有戏 师父是一个 人家说的 李腿绣花 初中有戏 说的是你 这个还算做得不好 没什么时间呢 不然呢 你还得给他被子上 绣的花 当然 装个迪斯尼的图案上去 你小时候给瑞瑞做的 给女儿瑞瑞做的 都是这样子吗 没有 有时候心血来潮 然后那时候是我太太叫我做 我发现太复杂了 我没时间做 我就直接给她做 她喜欢的这样就好 她有看到过这样子卡通版的 有啊 那她当是什么反应 没有她就说我也要 我就说 我也要 她要做一个什么呢 笑什么 这道菜是最不像詹姆士风格的一道菜 突破自我的感觉 她为什么不闭着眼睛呢 睡觉 她打开了 真的被哄着睡觉 来 宝宝一定要乖乖吃饭了 因为爸爸做的很新 起码有这个新了啦 对不对 然后最后 太不容易了 真的做东西的小孩子吃 很老父的心啊 对啊 好 起码呢 这我已经尽力了 好不好 好 这个就是 给小孩子的熊熊餐 试试看 好 试试看 真的很为难 我们在这个厨房里面 你要做 叫我做一些比较 你知道就是 装饰的漂亮的啊 比较大人的味道的 样子的话 我很好设计 怎么摆盘 怎么干嘛 可是这种小孩子的东西 说真的因为她当时 她应该有模具吧 对 那我们今天呢 因为做个小孩子 做突发起想 不能来一个这样好了 没有想到 没有模具还真难 但是也 也还挺可爱的 嗯 帮她取个名是吧 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熊 小熊盖贝贝 宝宝乖乖睡 嗯 挺好的 但味道我就非常有自信 嗯 心里美 你要眼睛吗 哈哈哈 给你一个耳朵 好不好 听话对不对 是耳朵听话 是耳朵听话 嗯 你给你明显知道 就是小孩子爱的味道 什么苹果啦 香蕉啦 香蕉啦 在里面 嗯 味道是很足的 清甜的 嗯 而且 咖喱味比较淡淡淡的 然后水分也偏比较多 嗯 对不对 好吃的 但你相信我一件事啊 如果现在我小孩这么小 我如果帮她帘变蛋 我要带这个变蛋给她 我一定不会让她带这个 为什么 因为我怕带去之后 一打还会被全班笑 哈哈哈哈 不小心就被霸凌一个学期 你把她做别人家很丑 这真的不能开玩笑 真的 这真的不能开玩笑 那会比拼的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你有小孩 你真的想要把这个 类似像这样变成小孩去 你上网去找有一些模具 你就知道那个模具 好比说 怎么样压怎么样压 把它摆上去就好 千万不要像我一样 这也很可爱啊 没有模具的情况下 随便做 你小孩不愿意打开 全班都笑这个 可以笑一两年 真的不要 好不好 还好我小孩23岁 希望这一集她没有看到 不然她不是同学笑 她是她会笑我 然后 今天要做这个艺人米布丁 很多人说它是美白 去湿气 去湿气 拿它利尿 我是之前看甄嬛传 里面 然后有一个杯子叫齐贵人 他身子不太舒服的时候 就要说我想喝糙米艺人汤 所以你也就喝了 后来我就看完之后 我就真去喝了 我去夜市里 是好喝啊 很多人会拿艺米去调试身体 对 我们家就是这样 在这个点上 你是真的比较特别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年轻人 是不会做这些 这个我们就完成了 好 今天要做这个艺人米布丁 用焗烤的方式 一般呢 我们现在拿到的艺人 这是煮过的 这是熟的 这是冻过的 这是生的 那一般你煮会怎么煮 我煮的话就洗干净 然后拿去煮了 不用泡 为什么 所以你吃的都比较硬一点 我没有吃比较硬 你不是现在都预约吗 预约你想软一点 你就多煮的话 哦 所以是用烹调的时间 把它时间拉长 那我们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会把它洗过之后 然后泡 充分吸水之后 我会把它拿去冻 冻了之后呢 因为它里面都含着水量 然后再这样冻的时候 在解冻的过程当中 因为 它裂了耶 对 它是裂的 因为它冻过之后 它的水啊 我们从很低温 慢慢让它高温上来的时候 透过到4度C的时候 它的水分子会涨大 那就很容易 把它里面的组织 给破坏掉 所以如果你要煮艺人水 这件事情 不是要煮艺人很漂亮的话 你可以用 冻起来再去煮的方式 会时间更短 更快 给它更容易释放出来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 艺人米布丁 对 那我的做法 会有一个比较 稍微不一样的地方 怎么会想到用艺人 去做米布丁呢 因为一般艺人 不是都煮糖糖水水的嘛 有的是煮热的嘛 偶尔你喝艺人水嘛 甜的会放一点进去嘛 再把它做成固体状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 粗粮的养生嘛 那你看哦 你今天煮了一杯的艺人 那你在吃它这个糖水的时候 你会满满都是艺人嘛 不会啦 不会 它顶多是在那一碗里面 有一半 给你占一半 对 可是我现在不是 我现在你吃到是满满的都是艺人 所以这个所谓的粗粮 膳食纤维 这个方式它反而是更容易让你摄取 这边是干的艺人 对 生的 我会现在稍微炒烘它一下 炒 为什么要炒它 任何的这些 这些所谓的干果的东西 里面可能会有点潮湿 那在炒的过程当中 它可以让它的香气更明显 所以炒完之后我会拿去泡 泡完之后才去煮成我们这个 对 这样就会做一个香气的出扰 泡完之后再煮成这个样子 对 很多人说它是美白 去湿气 去湿气 然后它沥尿 所以如果说 去水肿 比如说你有水肿 喝点艺人水容易排出去 我是之前看《甄嬛传》里面 然后有一个特别傲傲 一个特别傲傲的妃子 叫齐贵人 他身子不太舒服的时候 就要说 我想喝糙米薏仁汤 对 所以你也就喝了 后来我就看完之后 我就真去喝了 我去夜市里 是好喝啊 糙米薏仁汁好喝 是的 但我们选的是普通白米 不是糙米 像糙米姜很好喝 对不对 糙米姜 你也可以加一人下去 一直打成这样 你现在闻它是不是就有一个 它应该有的特殊的一个香气 那个香味 对 那这个香味好了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烘过的香味 烘过了 就像花生嘛 你烘过之后 它格外好吃 你有吃过烘过 然后炒过的花生 去做花生仁汤吗 炒过的花生 花生仁汤是啥 就花生汤 就这样啊 很好喝 你看这个 你闻看 它很舒服耶 闻着 暖暖的那种 对 有点微微红的 那像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泡水 泡水之后就在做 好 但这个我们今天时间上的关系 我已经把它做好在这边 要泡多长时间的水呢 一样 差不多泡个20分钟 20分钟之后 然后在哪里去煮呢 就直接到锅子里去煮就好了 高压锅也可以 高压锅也可以 电饭锅也可以 水米比例 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概还是 有两种 有一种是把它做成这个 一人的汤水的话 你就不用太在意 你就稍微多一点 那像我们这个 那如果这个的话 我的习惯性 大概是1比大概1.4到1.5左右 水 对 会让它软一点 1比1.3到1.4的水 1.4到1.5左右 好 对 好 把这边 我们放一点饭进来 米布丁嘛 还是没有米 因为如果没米的话 是不是黏不住 对对对 煮熟的白米和这个 煮熟的1米的比 大概差不多 它最主要是它黏性 如果说你今天重视是比较在于1米 1人的话 那你就白米少一点 你只要会黏就好了 然后加水 很多人会拿1米去 调试身体 对 我们家就是这样 真的喔 基本上我只要回老家 隔一天 就会煮红豆1米 就 是你妈妈煮给你 我煮 会约好 会约好 前一天晚上预约好 所以是你个人的饮食习惯 我们放了差不多2大匙的白糖 差不多 对 因为这个就是对身体挺好的嘛 又去湿气什么的 特别是天冷的时候湿气 人的湿气会很重 在这个点上 你是真的比较特别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年轻人 是不会做这些事情 是吗 因为普通年轻人 没有我这么累啊 我从 我从小就是 就是在这么个家庭长大 就耳濡目染的 我爸妈说的养生养生 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牛奶放进来 大概是200毫升的牛奶 差不多 然后再把它打成姜 纯牛奶吗 还是有加糖的 纯牛奶 但我刚里面加糖啊 我说这里面 纯的 好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它倒回来 你只用了一半 剩下你还是希望 它有点颗粒感 是吧 还是需要有口感 这边把它拌一拌 你还是要把它稍微 因为在加热之后 很有趣的是 它会更浓稠一点 是因为牛奶的那个乳水 饭 是饭 饭 要倒什么浓稠度 可以把起司拖起来就可以了 嗯 然后这边撒起司 这是分享版的 什么大 这么大一天平 对啊 如果女生做的话 她可能就会分好几个不同的 这种小碗 就是这种小分的组装 这没有啦 是宴会的时候 你这个比较方便啊 而且大家可以传来传进去 然后可以 互相给食 再爆开后 好 上火 220度烤多长时间呢 烤到外面有点焦焦就可以了 烤到起司溶掉 好 就让它烤 就好 然后我需要个塑料袋 好 一样的 这个也在烘上 嗯 它香气会更足 对 你为什么不把它放一起 放在烤箱里 这个啊 嗯 怕糊吗 它是不是怕那麦圆梅 会糊啊一个 嗯 这样比较快的 因为我还要倒嘛 谢谢 大不了 很大的 你要直接倒进去 还可以拿到盘 直接倒进去 小心 小心 跳过来 香耶 好 好了 现在就等米不丁了 对 哇 气质都陷下去了 哇哦 好 然后再把它撒上 这上面都烤出了一点 那个米花纹的感觉 对 那就是里面的起司 米香耶 香 米香混合着起司的香味 还有牛奶 用这种粗粮的养生 这样做法难道不好 对啊 养生也可以养得 非常的心旷神移 对啊 好 这个我们就完成了 它是很软的 跟一般您所想的不一样 真的耶 真的耶 挖深一点 挖深一点 对 哇哦 连皮带片的 哇哇哇哇拉丝呢 如何 好吃吧 跟妳所想像中的 一米下去做的甜点不太一样 我以为你会把它 像做蛋糕是吧 嗯 它比如说打在面粉里面 然后做什么甜点蛋糕 什么类似的 哦 没有 好吃哦 其实你说养生 除了里面有这个 一米元素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 特别是天凉的时候 嗯 这种热的甜点 这种热的甜点 也是挺凉的 挺 让人觉得尝到什么都很舒服 心情也舒服啦 对 嗯 那 常常跟人家聊就是 再怎么对你人体 再怎么好的食材 如果不好吃 不好吃你不吃 还是把它当药吃 对 当药吃那是辛苦啦 嗯 对不对 我常常有个笑话 就是你要不说银杏 会帮助记忆力 嗯 对不对 那很多人就是时间 就是年纪大了 会忘东忘西的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会开玩笑 你是怎么了 不记得 不记得买银杏啊 买啦 我怎么没有呢 我忘了吃啊 对还是有这种 就是没有吃就没有用 对不对 让大家能够吃的进去 对 好 大家试试看